欢迎收听快川之 饭派又黑花了 无奈神兽虚空 来咯来咯 第九百一十九集 南巡一脸感动的望着他 眼睛水汪汪的 蒙了一层雾 感动的都快哭了 薛明师兄 你 你真好 可他内心说 哼哼 为了泡妹子 你可真是拼了呀 阿明 这样坚持两个月 没毛病 一般妹子 妥妥的对你死心塌地 哼哼 可惜 你找上了为师 注定要碰钉子了 闲来无事 师妹又想吃 我便去寻了 只可惜现在天色已晚 有些东西不大好找 就勉强找一些下品的 等明日 我再去为师妹找找 南巡一边吃吃喝喝 一边继续地夸他上天 薛明师兄 我做伞修两百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做这些 你 你对我真好 以前我同那些人不叽叽歪歪几句 他们就会烦我 吃着吃着 他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鼻子一抽一抽的 四季那些伤心事真是委屈极了 薛明柔声哄他 我耐心好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烦 啊 真的吗 买脸低气的南巡 默地抬头看他 他说只哭就只哭 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细小的泪珠 那睫毛一颤 晶莹的泪珠也跟着颤了颤 好看得很 薛明眼眸一沉 低垂 遮住了里面的暗色 他知道 他低气的时候一直都很好看 特别是他把他弄哭的时候 他就一边声音柔柔地喊他 一边委屈地抽叶 看得他更想欺负他了 叫他哭得更可怜才好 真的 我不嫌你烦 明声音低沉 表情甚是温和 南巡的心情顿时阴转情 重新笑了起来 转而又问他别的 薛明师兄 我芳玲两百三十岁 不知道薛明师兄有多少岁了 薛明对上那双乌黑带水的毛子 正巧捕捉到了他眼底还未收起的一丝捉弄之意 若是他说出自己才十七八岁 他定会在称呼上占他便宜 他在心底轻叹了一声 你这调皮的性子 真是半分未改啊 师兄 薛明师兄 南巡见他走神 伸过了爪子 在他眼前挥了回 哎哟 想在我面前蒙混不关 想得美 薛明眸子微微一闪 反问他 师妹问的是这身皮囊的岁数 还是我这灵魂的岁数呢 南巡听他这般问 不由得一正 心道 莫非阿明的确是穿来的 只不过跟我不是一个世界 亦或者被那种千岁老祖夺舍 而后重生 不然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薛明不等他给出选择 便勿自回答道 这副皮囊不过十七八岁 而这皮囊下的灵魂 已有十数万岁了 南巡心里呵呵他 不禁翻了个白眼 所以你这是在妹子面前装逼吗 彰显自己心里年龄是有多么多么多么的成熟 不管老的少的你都能泡 年龄不是差距 十数万岁 呵呵 用来装逼确实够用了 嗯哼 薛明师兄 你说话可真有趣啊 南巡表面笑嘻嘻 其实我性子很闷的 只是师妹让我有了多说的兴致 薛明的目光落在他脸上 平静深邃 有那么一瞬间 南巡好似真的 从那双明明十七八岁的少年瞳孔中 看到了一种千帆利尽的沧桑 那像是一片广袤深邃的海 又像是暗夜的空 包罗这宇宙万象 沧海桑田尽在那一方之地沉淀 有什么东西一层又一层地堆积 最后便成了平静之下 被封印的暗流 缓缓地涌动 南巡一时正冷 薛明却已经脸眸 转身去处理那些灵禽走兽了 除毛去内脏 再从每种灵禽走兽身上 割下肉质最好的一块串在一起 然后他两指并拢掐绝 下一瞬那两指间出现了一团火焰 他五灵根齐修 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都拦不住他 跟着他实在是方便 薛明用那火焰生了火 开始翻烤起手中的肉串串 闻着那肉香 南巡蝉虫子都被勾出来了 喉咙直咽口水 哎呀 阿明真是太能干了 日后不管谁被阿明拐走 都有极大的口福了 阿明演好腿长厨艺好 做事细致带人温柔 极有耐性 偶尔呢还会讲个风趣的笑话 以后若是不找小老婆 这绝逼就是绝世好男人模范 瞧瞧这翻烤肉串串的动作 熟练不已 一看就是个行家 南巡没有独吞这些好东西 能分的东西都分给薛明吃了 如果只有一颗果子 那他就先啃一半 将剩下的给他 还用亮晶晶的眼睛瞅着他 薛明师兄 这果子极好吃 我也分你一半 那个师兄不会嫌弃 是我咬过的吧 薛明从容地接过 那被啃得不成样子的果子 低声道 不嫌弃 然后面不改色地 将那半个果子吃掉 门寻在心里偷着乐 不过 虽然跟小徒儿单独相处 去世多多 但南巡还是心生怀疑 薛明师兄 我们是不是走岔路了 为何今日走了一天 竟连一个修士都没有看到 却连妖兽也没有见到几只啊 薛明 薛明微微垂眸 眼底呼得掠过一道血光 手指也略略动了一下 做完这小动作 他才回道 许是种了什么草木精怪的障眼法 许多曾经的草木 别的本事都没有 却是最能蛊惑于人 要么就是用障眼法 来迷惑修士 要么就是开出漂亮的花 结出艳丽的果实 以引诱修士 产生幻觉 啊 若是真有草木精怪 能同时瞒过我和师兄的眼睛 那这精怪 它的能力不容小觑 师兄 你我还是小心为妙 巡师妹也不用太过忧心 有一些精怪的障眼法 虽厉害了得 却不擅长攻击 你我暂时不会有危险的 虽说暂时没什么危险 但南巡还是正了脸色 认真回忆 这一天中的所见所闻 想要看看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本来就是来保护徒儿的 若是连他都没有警惕心 他还保护个毛线呢 不过南巡并未担心太久 因为他放出的精神力 很快便发现到了人 离这不过极力开外 还不止一个正在往这边赶来 诶 郭师兄 前面好香的肉味啊 一个女修呼得开口道 那声音焦滴滴的 能让人皮肉发麻 脚步伸靠近 两男两女出现在眼前 说来也巧 这两个男修正是一开始 邀请血鸣同路的那两个 一个是昆云修士张玉 一个是自称和欢派 郭山的桃花眼伤无言 那两个女修姿色尚成 一个穿着鹅黄长裙 淡雅如水 一个穿着和欢派弟子服饰 媚态横生 说话的便是那千娇百媚的 和欢派女弟子 她挨那伤无言极尽 整个身子都快挂上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